现在的智慧型手机已经是相当的普遍了 不过还是有很多人对于手机的拍摄和剪辑功能是一知半解 因此新店崇光社区大学就开办了一堂照片动态编辑和手机短片制作的课程 希望让民众可以自己拍摄照片、影片甚至是微电影 将精彩的生活故事保存下来并且分享给亲朋好友 拍了一堆照片怎么变成影片分享给朋友呢 手机也可以拍短片真的吗 虽然智慧型手机已经很普遍 不过很多民众对于手机的广泛运用还是一知半解 因此新店崇光社区大学特别开办了一堂照片动态编辑与手机短片制作课程 希望让民众能够了解手机的多样化功能 除了拍照之外 拍完照之后 那你怎么样可以把它转换成一个很精彩的影片 把照片可以做了一个剪接 然后再配上音乐、配上字幕 然后透过手机的软体就可以直接达到 蒋师敏奇卫指出 这堂课程当然不止如此 当民众了解基本的摄影与剪辑概念 更将代理学员进一步认识电影分镜的含义 进而拍摄为电影 大家可以透过手机 甚至于单眼相机或者是其他的摄影的载体 能够拍完一段影片 这个影片可以是专题或者是故事性的微电影、戏剧 然后我们可以让同学能够了解整个戏剧的拍摄的流程 剪接的整个过程 然后一直到影片的制作流程 学员们表示经过循序渐渐的学习 慢慢的对于手机的拍摄与剪辑有了基本的概念 也借此能够将生活中精彩的回忆保存与分享 也要感谢明老师教我们用镜头说故事的能力 然后把我们这些阿公阿嬷级的学生 从此以后可以把他生活点点滴滴 用影像串成他的美丽的人生 妈妈生前留了非常多的影片跟照片 妈妈去年95岁成仙了 我调试了一段时间之后 我今年觉得我可以了 所以我就来这边报名 如果您想为自己的精彩生活留下点滴 不妨善加利用手边的工具 智慧型手机或是相机 再加上一点说故事的能力与剪辑技巧 您也可以成为自己人生记录的导演 记者身边这门奇异新店采访报道